大家好,我是爱说话老王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欧洲NGO的一个博客评论 他说呢 因为南西事件 中国方面开始主动伸手其他事务 联合法国党国对加沙事件开始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闭门会议 在前不久发生的加沙事件 是由以色列和当地的一些组织机构和国家引发的小规模的战争冲突 但是中国方面现在好像突然揪住了这件事 邀请了法国和挪威等国联合向联合国要求召开 八日的闭门会议 在这些要求的国家当中 法国和中国是五大常任律师国之一 也是安理会的决策国之一之二 所以联合国一定会同意这个闭门会议的 如果召开这个闭门会议的话 那么恐怕这次以色列的日子就不是特别好过了 很明显中国不会偏袒以色列的 不要忘记以色列是美国的亲密朋友 这全世界都知道 虽然以色列跟中国有一定不错的关系 但是往前推推的话 以色列曾经也在某些方面冒犯过中国 特别是在有关一个中国的问题上 对于弯弯的事件 以色列也不是没有过过错 这一次中国可能也要朝他发难 所以我觉得作为以色列来说 这一次可能真的要做好准备 因为现在中国是满枪怒火 他会围着包括美国在内和其周边 进行横七速八的扫荡 只要能让他出了怒火 他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 所以以色列可能成了中国要准备出现怒火的一个新目标 但是众所周知 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密集和紧密 而这一次中国主动了联合法国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召开八日闭门会议 这还是首次出现的一次行动 以前中国在对于中东加沙等地带的热点敏感性问题 通常都是表示着关切和旁观性的观点 不会做最主动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中国则不同 主动的出击伸手 现在从这个问题上来看 法国竟然顺从的跟随着中国 很显然 这是因为法国外长不久前接受了世界报的采访的时候 说的那一小段话 让中国感觉到不满 而且G7峰会当中贴出的那个所谓的议长声明 也让中国感觉到不满 所以法国一定会弥补这个缺陷 要把中国前面的小裂痕重新抹平 就会同意中国的要求 跟着他一起向联合国要求这个八日闭门会议 而美国方面现在连反驳都不敢提出来 是因为美国方面的发言人声称 不会提出相反的意见 怕激怒 怕更加激怒现在怒火猪烧的中国 你至于怕成这样吗 超级帝国 哎呀 话聊话见 这个这事吧 这个外边的很多的消息往回搬 搬回来就得挨骂 你这跟这个公知们啊 这个教授们给你们讲的都不一样 教授们说啊 美国都误当回事 就当你现在说的 这都刮了这疯 放个屁 美国就没当回事 美国连这个事都不敢吭声 以后那是他亲儿子 我跟你讲 你亚洲这俩算根儿子 那是真正的嫡系亲儿子 理论上美国就这种事出了 以前你去查所有的报道 这种事一出 美国基本上会在第一二个 原来都是比如俄国发一件事 接着就美国 或者是美国先发声 接着就俄国 一般就这俩前后脚 这次这俩都没吭声 中国中国动手啊 拉着法国 法国真顺从 可能真是因为这个博主说的 有可能是因为法国外长的事 他说的那个跟十月报说的小段话 哎呀 可能心里有点不踏实 小龙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 有点有点多 这这这位爷 这他们不是说咱们是睡着的狮子吗 这狮子醒了太猛了 这有点受不了 真要是卡你一刀 卡空这一刀是受不了啊 对吧 所以这就同意呗啊 同意就准备 恐怕联合国要同意 五大长日理事国两个作为代表 另外还有三个国家 三四个国家一同要求 安理会开巴尔比门会议 五大长日理国这俩呀 这俩都有辅决权啊 中国有法国也有啊 他也是长日理事国 是吧 安理会是长日理事国有辅决权 联合国大会是投票权 听了几遍欧美网友怎么说 一个美国网友 看来这位以色列的小兄弟要倒霉了 恐怕这一次没准真的要弄一个停火加上谴责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为什么白宫对这件事情避而不谈呢 你们为什么不张口说一说呢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个时候你还想再激怒中国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让他 你去阻拦他的话 他又把怒火继续喷在我们身上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样其实挺好 让中国人转移一下视线 往那边看一看 不要都盯着我们 又一个英国网友 你以为中国人就两只眼睛吗 他们有14亿人口 乘以二你算算有多少只眼睛 又一个欧洲网友 中国人眼睛完全看得过来 他们顾得过来那边 也顾得过来你美国 又一个印度的网友 这一次好了 看来以后谁跟美国走得近 美国惹了事都要跟着倒霉 又一个印度网友 这一点我相信 我觉得以后我们跟美国应该保持点距离 别表面上显得那么亲热 又一个印度网友 其实我们跟中国有很多的关系 或者是矛盾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决策性的事情 南西事件是必须要理清楚的 不能有任何的粘连 又一个印度网友 最害怕的是中国采取那种 粘连性的手段 只要你跟美国走得近 你就属于被他要掐死的对象 又一个小本质的网友 其实你们也不用过于担心 如果你们不对这个事情插嘴 说反话 我估计就没有什么太大事情 一个谈罪的网友 我觉得现在不要太紧张了 再过两周 恐怕中国的怒火就能平息一些了 我看他们的怒火已经消了一半了吧 又一个美国 现在美国极力的在迎合中国 让他发泄自己的怒火 我们知道他要把怒火都发出来以后 可能就舒服一些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放心吧 欧洲的媒体 欧洲的政客是不会让你得意的 美国老 又一个德国网友 的确不会得意 过两天 没准德国或者欧洲哪个议员又跳出来 又要借着南西这件话来 这件事继续的引发中国的怒火 又一个英国的网友 这就让美国永远的知道 什么叫做用饼称去烙一张非常圆的贴饼 又一个英国网友 我觉得美国方面现在也非常的感觉到后悔了 现在无法退出这个事情 又一个美国 的确是据说军方几次和中方联系 都被拒清电话 拒清电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吧 又一个 亚洲网友 拒清电话当然是可以了 因为我们已经宣布了暂停和你们的军事沟通嘛 又一个 谈自己的网友 这就很危险了 如果你们再在海上碰面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沟通和了解 就真的容易插枪走火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我觉得两方应该赶快的弥补出来 又一个 美国的网友 怎么民主 中方已经正式公布了 他们的八项规定 你忘了吗 又一个 欧洲的网友 现在中国人已经不跟你再接触和再了解什么了 他们就想 自己想做什么就这么 如果你要是阻拦 那可能他就告诉你 别怪我不客气 又一个亚洲网友 那就是只能怪美国人 所有的后果都是由他来自己承担 就我们早就说过了 又一个印度的网友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聪明人从来不说话 只是坐在一边 撇着嘴在笑 又一个南亚的网友 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不应该再延续了 不过看来中国对 加沙地带也开始关注了 这个地带一直都是以色列在搞 又一个 南亚的网友 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 那么如果开了八日闭门会议 结果会是什么 你们能猜测一下吗 一个美国网友 结果肯定是让双方马上平息 进行和谈 然后谴责乙方的武力攻击行为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是肯定的 乙方这一次一定要背负着 这个责任了 就算你再吼起来几句 用南西事件 那么你也会继续遭到 中国方面的 炮轰 比如我要忘记 他现在是轮值主席国 又一个 亚洲网友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美国继续的挨骂 那就是最好的办法 又一个美国网友 现在美国方面已经继续的寻求跟中国的沟通 但是每一次都遭到胖壁 现在我们就好像是跪在中国人的面前求着你在跟我们沟通一样 又一个美国网友 怎么美国成了这个样子 一直在寻求跟中国沟通 人家不理你 你还要追着他的屁股后面去沟通吗 又一个美国网友 当然要沟通 如果你真的不沟通 YJ21打过来 你拿什么拦阻他 一个美国网友 那就不去拦阻 你可以把南西小姐推上去 又一个欧洲网友 最可怕的就是那个YJ21 如果这个东西中国人肆无忌惮的装在他的大型导弹巡洋舰上 你们就真傻了 又一个英国网友 你以为中国人没有装在他的导弹巡洋舰上吗 那个导弹巡洋 那个导弹试射的时候 就是从他的导弹巡洋舰发射的吧 一个法国网友 不对 我记得是从052D导弹驱逐舰上吗 又一个英国网友 不管是巡洋舰还是他的驱逐舰 反正这个导弹试射是成功的 真的威力巨大 又一个南亚的网友 中国人以前说他不会轻易的使用 不过现在看来他并不见得完全不会不使用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们自己家的武器 当我们遇到危害的时候 你觉得我的武器能不是打我的敌人吗 又一个亚洲网友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美国人还是老老实实的坐在那等着吧 收获你惹出事情的结果 又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对于加沙地带这次的风暴 恐怕中国人也不会有什么好的计划 他的计划恐怕又是一连串的穿接式的方式 先说以色列 接着跳过以色列 后边还是要再炮轰美国 又一个南美的网友 炮轰美国是一定的 中国可以找各个角度来炮轰美国 同时还有各种手段跟美国进行对付 美国能够对付中国的就剩下自己不是特别强盛的海军了 又一个南亚的网友 现在关键美国的海军也撑不出太大的门面 特别是从中国的003航母下水 不要忘记中国的电磁弹射才是成功的电磁弹射 又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惊讶的 虽然我不喜欢中国 我讨厌中国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电磁弹射是成功的 他有一万小时以上 而美国人还不到400次 又一个小本子王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还有什么跟他拼吗 虽然他的航母数量不多 但是不要忘记他还有大型巡洋舰 巡洋舰上还带着YJ-21 我都不知道美国除了自己的伯克2伯克3以外 还有伯克什么 又一个美国王 现在正是我们实力上最微弱的时候 我们正在换代战斗机少了一半 我们的F35也正在大规模的进行技术检修性 所以中国方面已经捏准了这个卖门了吧 又一个欧洲王 他们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不是美国海军能够嚣张的时候 又一个谈自己的王 而且如果美国海军不敢带头嚣张的话 恐怕没有谁跟着你带头嚣张 不 我想起来了 小本子是不是可以呢 小本子很愿意冲在前面 一个小本子的王 我觉得这些坛子里的泡菜太坏了 他们已经都发毛了 谁把这个坛子都扔出去 又一个小本子的王 我们也不是傻瓜 我们不会冲在美国舰队的前面 又一个欧洲的王 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 中国在寻找美国任何一个毛病 只要抓到一个毛病 就狠狠的敲打一次美国 又一个美国王 现在美国现在就在中国的面前 好像是孤零零的站在那里 任由中国举着皮鞭到处的抽打 又一个亚洲王 这就对了 当我们训狗的时候 都要举着鞭子抽打这条狗 因为这条狗不听话 又一个美国的王 这么说有点太侮辱人了 我觉得你应该收回这样的说法 好了就说到这了 不能依谋论 这个会议还没开呢 联合国安警会没决定 开不开八日会议 真开的话也就是调停 调停你懂吗 调停 但是呢 得做好准备 不知道这股怒火怎么撒 这不知道啊 反正这是中国主动牵头 因为中国现在就轮值主席国嘛 对吧 这个事啊 就是那一刀刀来 别着急啊 这个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对吧 好吧 你有什么想法写在下面 支持我往长点 在网上推荐加油关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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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